那開發部,我先講是說 其實這幾點,不管是因為為了開工業區 為了開所謂的 為了開所謂的這些所謂的 特定區 那其實那邊就有些講算 基本上我們現在去看 現在大概到後面這幾點 對不起 很多土地開發都不是工業區 以前都是跟你講說 為了什麼什麼大工廠 然後促進什麼工業發展來幹 蓋工業區 對不起 這幾年很多縣市政府推出來的 都是要蓋什麼 都是商業區或者住宅區 頂多拿個工業區的幌子 或產業區的幌子 然後旁邊圍了一大塊的 一大塊的 你像最近最有名的這個時候是桃園馬工程 他們叫做什麼當紅當白 當黃就是國家要去堆的那個 航空程那個自由貿易區 那個才三百多公斤而已 然後他旁邊圍的特定區是 三千多公斤 快四千公斤 這很扯你知道嗎 你中間你擁有房子 說我中間要去蓋一個產業區 什麼促進什麼 然後你旁邊就為了這個 然後你就會把四千公斤 四千公斤 然後將近四個村子 全部產品 以前我在以前 我又上次去大陸看過 我一直覺得台灣幹不出這樣的事情來 別想要學到這麼快 那個整個產業區是蓋新大陸 真的很扯 而且那個問題會很大 那個問題真的很大 因為很多地方你要發展 跟那個地方居民留在那個 歷史久遠 故鄉的觀念是很有關係 很多現在 包括日本 包括很多國家 你在講什麼社區發展說什麼什麼等等 那個都是從一些老村子 然後去 去找 為什麼 因為 他們那邊是有歷史 然後居民是有 有故鄉的觀念 那個東西才可以讓一個地區 或一個國家 有一些東西一直在慢慢在炸 我真的講 很難聽到都市沒有 我住 我們一樣都住公寓大陸 我真的講句實在話 你要 我連我住那邊講 跟我們那個 社區大陸講什麼 什麼環保 什麼那個 沒人在理你 大家工作都在嗎 然後 所以去實在話 你剛才講什麼愛鄉 愛什麼鄉 我們就是一棟房子 然後出去就是別人的 別人的房子 你有什麼鄉好愛的 沒有 我跟你講 那都市裡面 其實你看住了這麼多 其實土地觀念很圍弱 我真的變 就是一些 做一些什麼空氣 或者講你會很那個 否則其實都市裡面 其實你要說 什麼社區發展協會 能做什麼 幾乎很低 你去想 你去想一下 真正的 很有潛力的是在 這些所謂 有歷史的農村聚落 或者是 比較那個社區 可是我們現在正在幹什麼事情 就是把這些地方全部採用 然後居民搬走 然後那些所有歷史的東西 全部都被挖掉 頂多好 沒辦法 沒辦法去留你一棵樹 我留你一棵老龍 你不要說 像台中那更有名 整個挖掉了 有一棟所有的老宅 他建商還可以 不要說建商 還有莫名其妙的事 突然就換手就給他慘掉 留什麼 他根本什麼都不想留 你在那些 財產人建商的眼裡 他只有他自己有大紅 他管你那邊什麼意思 幹他 幹他什麼事 所以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然後 他們現在這些商人 你真的要杜耕 我都開去玩笑 不管說杜耕或新時政建設 你有本事 你去把一些舊地方改一改 就算了 沒有 都是在鄉村幹什麼事情 在鄉村全部都找到最乾淨的地 為什麼 產權最乾淨 買來最便宜的地 你真的教那一些 你真的 都市我先另外再講 你在鄉村 你真的教下去 找那些有工廠有房產 他還不願意 好貴 我還要像這次 這是那個 這個 張家 我覺得可能別人 台中的建設都在笑 笑苗栗這邊說 你好笨 你為什麼不找那種 就是那種 台黨的樓梯整個這樣挖起來 整個開發店就算了 你還去 弄人家家裡搞到現在 然後你在北部沒有錯 北部你現在在裏都有杜耕在做 人家也在罵 杜耕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你是要把那些老舊區域 去改掉 他現在在找哪裡 他那些建商哪有在想什麼 老舊地方給你渡根 他現在找的全部都是車站的旁邊 河岸的景觀的地區 全部都找些地方 然後 沒有錯 你看這地方他都會一直 噢真的很破舊 為什麼很破舊 這東西讓人家很 包括台南的這些 這些地點 你去想那些地方 當初會住在這些地方來 我告訴他 拍下東西窮 是不是淡水 你現在像司令這個王家 我都還記得我那時候在念說說 還去坐淡水最後一班列車 我那時候要改那個街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一班那個淡水最後列車 鐵路在跑 一樣 台南市這個鐵路東雲這個風這個山 你去看 你火車在坐的時候 然後這一些人在旁邊 以前你住在機樓旁邊的人 我說很賢的 不要說很窮 你一定是在城市裡面找不起才會找到 誰會沒事情去住在鐵路邊 然後誰會沒事情 自己的家正門一打開 然後就是鐵櫃的那個 那個鐵柵 是不是 然後 淡水河 有年紀一點的淡水河以前 誰會去那個地方 垃圾堆 是不是 講難題有點吸毒的啦 什麼兇殺啊 都在那些地方 這樣講不好意思 就以前他是那種 河岸邊是基本上是城市的那種 很邊垂的地方 齁你看 不對嗎 是怎麼樣 你叫做哪裡 哪裡 你叫做哪裡 到底哪裡 就淡水 那你不能這樣講啊 淡水已經開發多久 我現在在講的是像 像那種大稻城 那個二七樹紅道這種 你淡水那邊以前就是河 河底 我四十幾年前就住淡水河三重河邊北街那一邊 我如果穿過的話我跟你講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其實不要說 就大概是山桶還有那個 四十幾沿著這河岸邊 河底 河底這邊隔起來這個 整個這外面這個攤地是沒人要去的 是現在後面被整理起來變公園 以前那些地方沒人會進去的 裡面那一進去的垃圾堆 廢棄物什麼 一堆都在那邊 然後淡水 對 淡水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說 那個真的就是很糟的一件事 你政府一直在整理這些公共的地方 一直在整理的時候 我絕對想一下 你那些旁邊居民 一定在死 你在那邊委屈住了那麼久 照理講 整理好翻身了 應該我享受了 我已經在那邊住了三十年 然後 被罵被嫌 然後又臭又臟 那現在整理好 我是不是居民應該 開始應該是我享受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啊 爭議好 對不起 他就要去蓋好才把你叫做 現在都跟他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人家很不平 你要叫做他也沒有關係 可是你總要給人家一個交換 一個交換條件或等等 甚至於講 你人家說 你騎那麼大棟 你會比較好大可以嗎 你沒有啊 你不是你就是想把他趕走啊 因為 很糟糕 反正就覺得你這群人 以前賣的時候 你剛才吃 現在好錢 你的屁股去找 問題現在你在 你沒有別人都可以找 好 所以這個是很糟糕 他會去種很多的土地 你看 這好像是惡里 然後這是 這是那個那個 農雨計畫新竹那邊的 這是環環 你看他這每塊地 這都是特種農業區 而且很多都是台湯的農地 在台灣很多很多的農地 其實就算我們剛才在講農業的部分 很多農地其實農民自己種的也很荒 因為他旁邊就是工廠 他旁邊就是工廠 然後工廠固定他的醫院去怎樣 可是 就像我剛才講 他那個河 那個水 渠道水他不敢去 那台灣真正的很好的種子農業區在 就是這些不爭氣的台湯留下來這些地 以前種幹之後 然後後面都沒有種 然後也不知道幹什麼 然後就有時候就租給農民去種 那農民 因為他土地不錯 農民也不會種 那台湯也管你 你也不會在上面亂蓋房子亂蓋房子 所以地是我們講就是樹地 非常乾淨的地 那 就後面開始有些工業建設的時候 政府部門就喜歡拗台湯 台湯也是被徵收 只是他不會像那個什麼 跳出來說 啊我好可憐 不要用徵收 沒有 政府要徵收台湯就快點收 因為他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 很麻煩 然後女生拿走 那 兩種 這就這種跟財團的合理 那財團他像 你看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郭什麼 郭台銘 他要什麼 他只要說他要投資 然後三四個縣市農業在幫他找 大哥請學 然後弄了半天他也不來 然後對於是是不是 好幾個事情 郭台銘 郭台銘 這是郭台銘 就說好幾個都在財團開口講 然後政府就去徵收 搞著這央麻煩 然後結果他不來 然後地就丟在那 中科二級 我們現在去看剪載檢渣 這時候檢渣 我不知道黄師弟對應是誰 然後講的話 2009年 現在已經過了三四年 講了 講了現在那邊應該是 飛往騰島 一支車板接跑 世界工廠 要蓋不蓋 還在那裡 然後整個惡禮 我開去玩笑 你去看你真的會氣死 你真的會氣死 你會很傷心 你當初你講的那麼 那麼光明的當中 我們大家都在抗爭 然後你講的 乙物理石器杖 那邊一定會發展起來 發展的沒有 沒有 那居民呢 班的班式的 是不是 好 農民 那很多農民會講 他們一離開 他們本身有那些田隊星系 沒沒沒 你叫他離開 縱使他有住的地方 他沒有地 他根本就離農 他什麼都沒碰你中 那個相思寮 除了幾戶被留下來的以外 他去被搬什麼 沒事做 他現在也只能回鄉市 看老鄰居 或者是說看農農地 可以在桌 我想對那些老農民 其實 這種所謂徵受的事情 那個不是說 這是 什麼經濟或什麼 那有時候就是 那根的切斷 那真的有時候 有時候真的還很殘忍 你知道嗎 他 他以前每天早上門開一開 早上去田裡面 下午就坐在那邊 讓大家聊天 你把他逼走 他去住空地他也很難受 所以 這是一個問題 那這 後面就是所有的反抗力量 那大家就說 有啦 可是我一直覺得這幾個月 看月會不上行 好 然後最後就說 我必從事土地的意義 那 就像我剛才在講 其實這整個環境意義就是三個 一個是天災 一個是戶燃 然後一個就是所謂政府會開發的問題 那到底 回到根基 就是說我們對於土地到底是有一個什麼樣的 觀念或一個什麼樣的使用 今天沒有錯 我們絕對反對工業 但是你工業的 配比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甚至於我講這個難度 然後當你台灣已經發展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們的工業到底有沒有轉型 你知道意思嗎 如果以前 我這樣講比較不孝道 如果以前印尼 越南 還在蘆根 然後你台灣開始走所謂的石化工業 你比人家前衛 當越南印尼 都已經開始在搞石化工業的時候 你台灣也還在搞石化工業 你會覺得很丟 你為什麼你展業沒辦法提升呢 設計產業 什麼產業什麼產業 你為什麼沒辦法做 然後你現在還在跟 跟人家搶訂單 然後搶訂單去生產那些 人家都已經能生產的東西 然後甚至於中國都可以生產的東西 你怎麼跟人家比 然後現在弄到後面 中國還引你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以前是 我跟你講就很 現在是有貿易黨的問題 以前我們台灣很驕傲 我們台灣設計 我們台灣做 做低階的中國做 然後我們台灣再送回來做高階 你知道自由貿易黨現在在幹什麼 是中國做高階 然後低階跟你們台灣做 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整個產業 你這十多年沒有去 你不管是政府業界 你沒有去拉 然後 整個那產業結構已經 我跟你講現在要求都已經很難求 我在跑這個之前其實我是跑財機 我那時候我有一陣跑財機 然後我一直記得 台灣以前發明什麼東西 你不要笑那個電子機 很多的那種玩具 然後 手機當然也算一個 現在手機也算一個 在早期 那他們叫消費山西 就是一些公司裡面有一些怪人 他們去想一些報告大意 他們一些怪人 他們去想一些點子 然後設計一些所謂的產品 那個產品 每樣都是專利業 沒什麼 我不是說 有什麼事